下周四就是端午节了 新竹县长辈龙周赛 6月22号将在新丰乡 池河湖开赛 今年23支队伍报名 已经开放下湖练习 每年名列前茅的消防局猛男队 两个月前就展开特训 整齐化衣的滑奖 前进速度快 带您抢先来看 15位消防员 换上下水服装 展现壮硕身材 做好暖身 整齐化衣 练习滑奖动作 跟着口令冲刺上千滑 已经训练两个月 要在龙周赛夺冠 我们的队上 有超过一半的人 都是曾经拍过我们这个消防阅历 所以大家的身材管理 其实都是非常精实的 我们这次也是破釜成舟 要拿下这个公开组第一名 去到了新竹市的明湖分队 我们去他们 借用他们的荡奖池 来训练我们滑中所需要的 上师的力量以及动作 那之后我们再去了壁坛 那就是使用那边的小龙舟 就类似像快艇 那就是来模拟 真实在船上滑奖的 那个速度以及状况 各项信念 从基础到滑奖 到团体的一个 营造的一个 一致性的士气跟默契 我相当有信心 所以对我们本队今年的组成 我们有胜就在我的信心 今年现场被分为公开 混合两组 共23队报名 参赛的消防局 4月开始加强手臂力量 与滑奖训练 借用新竹市明湖基地的荡奖池 也到新北市碧潭 用小龙舟抢先集训 6月11号起 开放队伍到池河湖练习 新方厂长徐伟杰 也为选手加油打气 商工所对教练赖庆龙 更要在退休前 发挥权力拼搏 我在船头打鼓 然后就是带队员 比赛 然后他们的新来的 有的知识也不知道 我们是也要去教他 所以说我一直传承下去 我明年要退休的 所以说这个还是后面 有人在传承 邀请我们所有的好朋友 记得6月22号 我们一连串的假日 到新丰乡品尝西瓜 看龙舟赛 6月22号端午龙舟赛事 西瓜节展售一并举办 免费试吃鸭蛋 西瓜 哈密瓜 让民众看比赛 顺道品尝在地好滋味 使劲滑奖 激起水花 实力相当竞争激烈 也让今年赛事 更加精彩可奇 尝尝 我们就试试 这一句话 我们在这一句话 这一句话 这一句话 是 有点 有点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